我既然提到海马斯 我就从海马斯谈起 我们去年在川普政府时代 我们跟美国买了几套海马斯 三套 应该讲应该是九套 九套 我先讲一下海马斯 这个利用这机会跟观众朋友 澄清一些概念 海马斯是发射平台 是个发射平台 它是个多管火箭发射平台 那其实我们买的重点是这个ATMCMS 在海马斯这个发射平台上面 可以发射的一个火箭弹 是火箭弹 不是我没有讲飞弹了 是火箭弹 什么是火箭弹 最近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不是很热闹吗 它打了很多的火箭弹 火箭弹跟飞弹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火箭弹是陆军炮兵的延伸 炮兵不是打炮弹吗 那炮弹它的动力就是出口的蹦一声 就是那个它唯一动力 火箭弹跟炮弹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它出去之后 它还有动力继续往前飞 这是会把炮弹的打击射程 整个延长了 好 这是火箭弹 这是火箭弹跟炮弹最大的差别 但为什么我说它是火箭弹 它不是飞弹 因为它还没有像飞弹一样 那么完整的导引系统 可是在这么有完整的导引系统 它会造成怎么样的效果呢 就像我们打炮弹 打出去也是一个面杀伤 一排炮 打出去一个面就被杀伤了 那我们看最近加炸走廊的事件 也是一个面向过去的 那可是这个对军事上来讲 就是我们军事上讲两件事情 第一个要打得远 第二个要打得准 如果又打得远又准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这个ATM CM-4 它就是一个火箭弹 但是加上美国全球的 所谓的通讯系统 比如说GPS等等的加重在里面 它让它打得远又打得准 可是注意看一下 它射程只有300公里 这300公里怎么来的呢 在2019年有一个美国跟俄罗斯中间 终止了一个叫做中程导弹协议 在那个协议里面有规定说 美俄在这个不能再研发 超过500公里的中程弹道飞弹 有这么一个协议在 所以在这个协议下 美军就守规矩 我只研发这种的 没有超过500公里的 我刚刚川普时代之后 他们2019年就终止掉了 终止掉了 因为俄罗斯有没有遵守我不知道 但确定有一个国家 没有遵守叫中国大陆 因为它完全不在这个协议里面 它可以任意发展它的弹道飞弹 好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题目 会出来达400公里 将来可能更远 500公里 500公里甚至1000公里都会有 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它希望美军的路上陆军的 陆军的精准打击能力 不是在受限于这个300公里 400公里 甚至可以越来越长 那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用喊的就出来的 叫做研发 所以美军现在最 研力最长的就是这个 我先补充一下 它准备到499 也蛮有趣的 就500钱一样 买东西一样 还没到500公里 它是因为那个协议的关系吗 当初协议 因为这个计划是在那个时候做的 好 那个时候开始到499公里 所以它准备在 这个实验会在今年8月做 今年 超过500公里的 就是499 还是499 因为那个计划是从那里延伸过来 但是在 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 2025年的时候 他们要准备拉长到 超过1000公里 好 那这边2023年 他们开始就会做一件事情呢 把换装他们ATM CMS 还是用海马斯的发射平台 换装他们ATM CMS 然后可以开始有 499公里射程的那个精准打击飞弹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精准打击飞弹的概念 因为美国陆军提出另外一个重要概念 叫做MDO 叫多域战的概念 Mati Domain Operation 什么叫Mati Domain Operation呢 以前陆军在美国的军方结构下 陆军就负责地面作战就好了 你或衍生的其他地面作战呢 那就找空军和海军协同作战 那从来没有听过陆军去协同海军作战 协同空军作战 从来没听说过 所以现在陆军有能力可以去协同海军 去支援空军 而不是以往的海空支援陆军 对 他们想提出这个概念 就是说他们甚至想将来到太空到网络 都想往往去支援 那在这个概念之下 他们就需要有比较新的武器出来 这种均准打击飞弹 其实是火箭弹 这个概念就出来了 他怎么样的 他在那个Lucky Martin出了这个报告里面 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 我们想想看 他例子是这样说 今天有两架F-35的战机 过了所谓的我们的边境 到了敌方去 通常这架F-35战机 你逆中战去的目的 就是要破坏敌方的设施 他发现了两个重要设施在那边 结果竟然不是F-35 恩算是做侦测 他通知陆军 用这个所谓的精准打击飞弹 先把它摧毁掉 让后面的F-35可以继行 他原来的任务 因为F-35本来做某个任务 就发现了有隐藏的 比如S-400的防空飞弹在那边等等 他就通知陆军来做这个打击 这就是一个例子 是陆军支援空军作战的例子 那在这个例子之下 他们讲说将来呢 希望能够从打固定目标 将来可以打移动这个目标 增强美国陆军 所谓远程军阵打击的能力 我们现在台湾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对台湾军售 有受我们海马斯系统 那我们有这套的这个 精准打击的飞弹吗 如果对于这个中共来讲 这算不算是可以打到他们的死线 这样找 我们就是300公里ATMCMS 我刚提到海马斯是载台 上面的飞弹就是ATMCMS 所以这一次去年军售 我们会有300公里ATMCMS 我们会买到这个东西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什么 我们叫做跨海作战 我们是跨过我们台湾海峡 直接对它的陆地上做远程精准打击 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对他们的重要的港口 机场 甚至部队集结 或者弹药库等做精准打击 所以如果我们是部署在 可能澎湖可以更往它内陆来打吗 当然可以 对 当然可以 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话 整个一个对于中共的一个 嚇阻力是不是更加的 有威吓性 我们台海两岸作战 以前叫做反渡海作战 渡海跟反渡海作战 那今天我们把思维 从反渡海作战提升到跨海作战 那就是决战境外的源头打击能力 如果有这个能力 一定会让后面的反渡海作战更好打 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过去的时候 就是要近海殲灭 台湾反卫 但是现在你这个时候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卫 所以攻击是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让它在出海之前 就能够把它制止下来 所以当作400公里的 这个海马斯的时候 就不是越过台海中线 而是你真的蠢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在它沿岸 在集结的时候 我们海马斯可以打过去 它是整个面打击吗 火箭本来都是打个面的 火箭不用太精准 火箭并不精准 就好像最近的那个哈马斯 他们那种那个空中飞的铁管 非常的不精准 但是也让那个以色列的铁球 快受不了 所以就是打过去一个面 那一个面里面 它集结的船队 集结的舰队 登陆体 而且这整个这个 你看最近的中共 又在做一些军演 将是放了两个影片 就是开始用冻七一 演员七一的船 直接跨海都投送 他们不是在过这样以前一样 取得空优和海优之后 才把他们登陆体送过来 因为他们的冻七五 加上冻七一 这样的状况之下 预估他们三架冻七五 八架冻七一完毕之后 是可以跨海投送 七万五千人 那就很有压力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像这样一个 四百公里 直接在暗季 就把它给压制下来 这样子才能够确保 我们的防卫 而且确实呢 据我所知 这次的汉官兵推里面 我们确实呢 在模拟之上 如果我们有一个 源头打击的火力 确确实实是可以 让他们这样一个攻势 被压制下来 保障我们台湾 有更强的一个作战时间 等待自己的各种的武力 动员起来 或者是友邦 帮盟军来协助